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有机人民反应 那因为今天我在外边,所以这个片头的资源放在了家里电脑上 所以我没有带出来,大家看到就是直接就是正片 我们来迅速的言归正传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天讲的一个叫做Babra Copeland Reaction 有同学看到这个反应会觉得非常面熟 这就是一个铜,然后我们去加上一个RX,也就是鲁代厅 然后加上某种金属可以得到一个加成的产物,最后得到一个纯 这个反应非常非常像我们用格式式技所做到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反应到底跟格式式技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他比格式式技还要早一些 因为Babra这个人是这个格式式技那个格式 Green 那个人他的老师 所以这个反应当然也比那个反应要早一些 那从基底上来说,这样一个copeling反应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看成一个叫insitue原位的格式反应 那或者我们用英文一般就insitue 呃,大家自己写的话一般来说这个insitue会写成鞋体 表示他是某种特殊的这种称谓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应的历史,呃,非常非常早100多年前1899年的一篇论文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头当时用的是一个应该是法语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论文的内容我基本上是看不懂的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 我从里边这个读原始文献的时候虽然我看不懂 但我看到分析是还在用这个非常传统的燃烧法做元素分析来测建立的产物 所以当时的科学家做科研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理啊 那对于这个机理呢是跟格式式机完全一样 因为我是在原位生成的这样一个格式式机 然后继续进行反应 我们现在会第一次见到格式式机 然后回头会再一次见到他 那这个机理呢大概主要是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去分析他 或者有几种可能的机理 最常见的呢是四圆环固度碳 我们会通过这个得到的格式式机之后呢 然后美因为是偏正的 所以他与氧的固度电子结合 然后这个R呢是与碳结合 因为R是偏负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四圆环的过渡碳 那么裂开之后 你通过水解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变成纯OH 然后是三个RG 好那当然也有对应的六圆环过渡碳 那其实六圆环过渡碳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可能性 我们待会在例子里面看到这个六圆环过渡碳呢 因为首先你从六圆环的角度来说 他的这个环张力是比较小的 那其次呢这个氧和铭相连的时候呢 这个铭他总是要最终会得到绿化物 所以我们六圆环过渡碳可以在此时此刻 直接跟另外一分子的格式式机相连 把这样一分子用蓝色圈圈圈圈住的铭变成绣化铭 所以很方便 然后RG呢同时在这六圆环过渡中 会形成我们所得到的最后的产物 好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可能格式式机会有可能是由自由机器里形成的 那我们在遇到这个R和铭这样一个格式式机的时候 我们的铜会发生一个军裂 那么铜上双键军裂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碳自由机和另外一个RG的自由机 这两个自由机会在偶连到一块形成过最终的产物 那么这是也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在你自由机反应的时候 你的箭头应该是写成这样的半箭头 或者我这样的半箭头 而一对电子的转移呢 你应该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正常箭头 所以这是一个电子 上面是一对电子 好 我们来看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是01年的一篇四面体快报的一个文章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发现他所用到这种吸饼机的绣带物 吸饼机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吸饼机普遍是应该以六圆环的激励来实现 我用红色的笔把它画出来 ERM 这是一个偏正的分子 然后 是这样一个东西 正负正负 我们把它写在一起的话呢 你会发现仰灰正好跟M待在一起 那数一下个数 123456 那所以这个6号碳呢 正好是可以去进攻到1号碳上 因为他们的电荷也是匹配的 6号碳是偏正的 那 之后呢 这个M的电子是就是三和四之间的这样一个电子 我们会转移到一和四之间 就获得了我想要尝 所以我再把这些东西仔细画一下的话 你发现我们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六圆环的状态 O M B R 然后往下画 这是三号 这是四号 然后 五号 和六号 好 这是一号 这是一号 这是二号 好 那一和二之间的电子呢 会转移到M之间 两和M之间 然后三和四转移过来 六呢 会转移 六和五转移到 五和这个一和六之间 所以我们之后得到的东西呢 应该就是 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 六元环的过程可以实现的 一个 加成的反应 OMBR 然后我们此时此刻这个六和五 会 形成这样一个 这个单键 然后四和五之间呢 就是双键 三和四之间的键当然已经断了 所以这个过程呢 应该就比较清晰 我们可以从这里边感受到它 怎样是通过六元环机理来转出来的 那关于这个反应呢 我也我们也去查了一些相关的文献 我可以把这些其他点都擦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 克莱登的这本有机化学里边 所建议的一个机理 我们对 比如说上面这个 他所给的这样一个条件 你会发现他确实是只有通过六元环的机理 才能实现 因为画出来可能没有他印出来这么清晰 大家可以感兴趣 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自己尝试画一下这个机理 那跟它相关的一个反应呢 就是这个反应 我会发现 当我用这样一个有立体活性的这个底物分子 去做西饼位的这样一个格式式机 或者叫巴比尔库普林的时候 你发现我得到产物呢 应该是有一个新的信号 或者是不对势碳生成 也就是这里 那到底为什么呢 这里边我们其实也是六元环机理 大家很容易想到 觉得我新的格式式机 就是新会与氧会形成一个新的六元环 然后我们从这里加过来 氧会转到这个地方 然后双键会转到这 不过这个事情呢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最后得到的是 肯定 这样一个新的信号碳的生成 应该是与你之前的 左侧的这两个取代机是有关系的 一个是M 一个是这样一个碳酸 移植鲜胺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呢 我查了一下原始的文献 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其实这个氮它也有孤独的电子 所以它可以去很好的帮助我们 形成这样一个六元环的过渡态 因为发生在这个反应形成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氧和心会相连到一起 那么心因为它是一个很缺电子 它是一个金属 所以氮也会给它一个这样的剑去把心给 配位上去 然后我们得到的是几元环呢 是心是一 然后氧是二 这个糖鸡碳是三 背后的这个大圈圈是四号尾 然后氮是五号尾 所以这是一个五圆环的一个过渡态 那么这样一个过渡态形成之后 帮助我们去定位了新的这样一个加成之后的产物 它自己的立体构型 你可以感受到我加成之后随着这些剑的断裂 那么你得到的这样一个一堆加成上去的这一大堆东西呢 一定是跟这个原来所在的这样一个我用蓝色成全圈圈住的这个 仙安是在同一个方向 因为他们会在三合四的同侧 我把这三合四标上 你可以看到这是三合四 他们一定会在三合四的同侧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两个都会在这个三合四这根键的下场 而PH呢会被顶到背后 因为它一定是与这个NHCORET是处于一个反射的关系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会发现 那其实这些五圆环的激励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是因为有灵机参与的效应 我们把这个这样叫灵机效应 而这种地方呢 其实在我们去做题或者是思考问题的时候 往往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你的五圆环和六圆环这种参与过程 会对我们整个反应非常有利 那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其实你会发现啊 首先要想成格式式计 其实啊有哪些可能的点呢 首先你要确定的一个是锈和绿都有可能 但是事实上锈应该是更大的可能性 因为锈相对来说与摊的剑比较弱 我们会更容易跟被煤所塞进去 那么绿和摊的剑是比较强的 好我们得到这个锈的格式计之后 你就会究竟那我怎么样去发生后一步反应呢 我把这个东西给写出来 正甲乙丙丁正丁的这样一个格式设计 然后这个碳篇负 所以我有可能会顶两个点 一个是我顶跟绿直接相连的这个点 那得到产物呢就是产物一 那另外呢我有可能会去顶另外一个点就是 呃跟锈相连的一二三三号碳也有可能 然后我把这个双剑再转移回这个二和一之间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产物二 那么到底我得到是产物一还是产物二 你可以看到产物二明显多一些 怎么去理解这件事 那这个过程呢一个是供恶的这样一个取代 一个是直接去做SNR的取代 那唯一的可能会影响他们产业点 其实在这里啊 CUCN这样一个含铜的取代机 它会对我们的反应有非常大影响 因为铜是一个相对来说金属性没有那么强的物质 那么它加入到格式设计里边 我们会把这样一个格式设计变得更软 我们回头会再强调这样一个软硬酸减理论 但是此时此刻这样一个更软的催化剂加进去 我们会让这个格式设计变软格式设计变软的 我们就轻强于进攻更软的 或者轨道效应更明显的此处的三号碳 而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号碳 所以三号碳呢是比较软的 那我们这样一个进攻三号碳的共恶的取代产物 二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主要产物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感谢重庆大学 重庆巴蜀中学 重庆外国语学校和TES daily北美考试日报 对我的支持 大家可以通过左下角微信 或者是YouTube 或者新浪微博找到我 大家拜拜